刚给婆母喂过药 伺候她睡下 贴身侍女小棠 便走到我身旁 低声道 夫人 姑爷回来了 我放下药碗 煤烧不由染上几分喜色 三个月前 夫君李玄进京赶考 她素有才名 这次科考 更是一举中了进士 几日前 已有人提前到我家中喝过喜 如今她终于归来 我怎能不喜 然而 我转头 却见小棠皱着眉头 吞吞吐吐了好一会 才到 姑爷回来是回来了 只是 爱 您自己看了就知道了 我提着一颗心 走到府门 终于看到日思夜响的人时 一颗心却煞时坠入了谷底 数月不见 李玄一脸的春风得意 而她的怀中 还以着一位花容月貌的美人 光天化日 两人旁若无人的调笑着 我目光冷了下来 却仍保持着主母的威严 淡淡道 夫君 这位姑娘是 我话音方落 那美人便英明一声 躲到夫君身后 李郎 我怕李玄当即将她护在怀中 皱起眉头斥责我道 嫣儿柔弱 你莫要吓她 又道 嫣儿是我在京城节时的 她心思纯善美好 我已决定 娶她为平妻 你去将冬院整理好 不日我们便要成婚 说者 再不看我一眼 搂着嫣儿便进去了 小唐愤愤不平 您替她供养婆母 打理家事 如今她一招得适 便要取平妻 我呸 下贱的东西 我依旧神色淡淡 抿了一口茶道 让你去查的事情 有眉目了吗 小唐这才想起正事 芒将几张白纸地上 我匆匆瞄了两眼 嫣儿 全名柳云嫣 曾是京都畅运阁里的 花魁娘子 去岁阁中心来了几个姑娘 美貌才名都压了她一头 她自知年华僵士 手上又攒了些银两 便想着为自己赎身 找个可靠的人嫁了 然而 她在青楼里送往营来 见惯了王公贵族 心气便难免高了些 普通的贩夫走卒 她瞧不上 世家官僚 又不可能娶一个娼妓 示意她相看来相看去 最终将视线 落在了赶考的举子身上 她替自己赎了身 又雇了个老玉 假称是自己母亲 装作清白人家的女子 接近了李璇 没多久 便将她哄得服服帖帖 甚至要娶她为平妻 不过 她这点手段 也只能哄哄一心只读圣贤书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李璇 我不过是花了些银两 便能将她所有的底细 摸得清清楚楚 小唐不平之中 又有几分得意 小姐 您赶紧把这些证据给姑爷看 我就不信 她一个读书人 会愿意 娶一个昌门女子为妻 想了想 又道 再不然 咱告到老夫人那儿去 老夫人平日里最疼您了 她一定会护着您的 望着小丫头 这副张牙舞爪 恨不得生吞了柳云烟的模样 我不由失笑 小唐撇嘴 您还笑呢 那个昌女都快爬到您头上来了 我手指下巴 缓缓开口 她要抢 给她便是了 我为何要争 小唐眼睛瞪得都快掉到地上了 我的姑奶奶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她几乎要跳起来了 您守了姑爷这么久 好不容易等到她金榜提名了 到手的桃子 难道还要留给别人摘吗 眼见她义愤填膺的样子 我不由叹了口气 柳云烟虽使了些手段 但到底不过是想为自己谋划个好出路 人之长情罢了 反倒是李璇 我语气冷了下来 小唐 你听过一句话吗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李璇出身微寒 而我是江南有名的富商 谢熬独女 父母去世后 万贯的家产全由我继承 彼时诸多殊败对我父母留下的家资 虎视眈眈 我急于招贼 守住这一份家产 寻来寻去 便看中了身份低微 却才名远扬的李璇 身份低 意味着好拿捏 有才名 未来便大有可欺 我自认做了个不错的投资 却不想 她不过一招得适 便露出小人嘴脸来 这般人品与心性 实在不堪为我谢昭年的良配 我虽是商户女出身 却也是家中千娇万宠着长大 什么东西脏了 丢弃了便是 为着一个脏男人费尽心机 与柳云烟争个你死我活 李璇 不配 见小堂不解 我便唯唯解释道 说到底 柳云烟不过是想为自己谋个好出路 若是李璇不肯 她难道还能霸王硬上功吗 世人总说 是女子放荡爱勾引 要我说 分明是男人贪图美色 见色忘义 李璇这样的心性 哪怕我除去了柳云烟 也必会有下一个陈云烟 张云烟 与其白白的争斗 搓磨年岁 倒不如及早抽身而退 父母留给我万贯家资 是望我余生何乐顺遂 可不是要我被困内宅 满腹怨气 何苦为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 而变得面目全非 小堂听完 漠然许久 好一会 才道 小姐 您说得对 是小堂一时糊涂 钻了牛角尖 那奴婢现在就去叫那李璇过来 说您要与她合理 我忙制止了她 俗话说 民不与官斗 若李璇还是曾经那个穷书生 要合理自然容易 但她如今有功名在身 入世是迟早的事 我一介无依无靠的商户女 想合理 还要保住家产 难于登天 此事先不及 容我细细谋划 我想了想 又道 婆母身体素来不好 府中种种 暂且莫让她知晓 我有意退让 奈何柳云烟步步紧逼 入府的第三日 她便以身子虚 要多晒太阳为由 逼我将院子让给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让了 谁知她越发变本加厉 今日相中我头上簪子 明日又看上我房中字画 小堂气得白眼直翻 到底是勾拦出身 没脸没皮 奴婢从未见过如此贪婪无耻之人 我微微一笑 做不过一点珍宝首饰 让让她又何妨 更何况 柳云烟充其量 不过是帮我保管几日罢了 我自有办法 令她乖乖吐出 小堂 你将我库房里的珠宝 拿两侠出来 钱月心得的那极皮鼠袖 也一并取出 送给柳云烟 让她去打几副首饰 做几身鲜亮衣上穿 小堂一脸的不情愿 我道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去吧 柳云烟得了珍宝 果然得意不已 当天便找来匠人 按照京城最实心的样式 打了首饰 几皮鼠袖 也都做了成衣 穷人诈腹 便掩不住小人嘴脸 柳云烟衣着华美 日日出府招摇 难免惹人注意 纷纷打探这是哪一家的贵人 而我早已买通了几条舌头 不出半月 李璇高中后便想抛弃 遭康之妻的消息 便流传开来 岂止如此 那柳氏也不是好相遇的 入府没多久 便将原配的衣服首饰 和院子都占了 你瞧她每日光鲜亮丽的 实则呀 内里都黑透了 一时间 李璇见色妄意 柳氏贪婪狠毒的骂名 传遍了大街小巷 李璇虽然中了近视 但尚未受官 正处于待选之时 流言一出 上头直接将本预售给她的官位 给了别人 李璇知道后 当即变了脸色 她黑着脸回到府中 柳云烟恰巧盛装打扮出来迎她 夫君 今日 还没等她说完 李璇便恨恨地一巴掌 将她扇倒在地 见壁 误我大事 她命人直接包掉柳云烟身上衣服和首饰 连同往日里 从我这里侵吞地 一并还了过来 兜兜转转 东西又回到我手上 然而 我这人有洁癖 既已被人碰过 便绝不会再咬 听闻自柳氏入府后 便时常打骂下人 我轻叹道 下人们谋生也不容易 小唐 你把这些东西 分发赏赐下去 就当是我给他们的补偿吧 唯有财博才能动人心 在柳云烟的衬托下 我便更显仁慈宽厚 人心自有意赶秤 一个来历不明 还动辄打骂的女子 一个宽厚仁慈 出手大方的当家主母 下人们会对哪一方更尽心 不言自明 我甚至不必开口 府中上上下下一百多双眼 就会帮我盯折柳云烟 一旦她稍有 行差踏错 这一百多副唇舌 便会立刻将嘲弄的话语 传到外边 一时间 偌大的李府 仿佛是个戏台子 李璇和柳云烟的一言一行 都成了台下民众 茶余饭后 谈论的好戏 流言纷纷扰扰 李璇原本唾手可得的官位 也便一直悬而不定 柳云烟吃过一次亏后 倒是收敛了几分 她不再每日来寻我麻烦 而是一门心思 又放回李璇身上 使尽了手段 讨好献媚 我则乐得清闲 趁着这段时间 我将府库物品一一清点 又将铺子 田产等账簿一一核对 等到了和离的那一日 该是我的东西 一样都不会留给李璇 又过了半月 李璇再次找到我 重新提起要取柳云烟为平妻仪式 婚礼事宜就由你来操办 一应物件都要用最好的 务必要让烟儿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嫁进来 李璇一脸遗旨气使道 我心中不由暗自发笑 好一个一应物件都要用最好的 我嫁进来前 李家一穷二百 家里唯一值当的 也只有祖上船下的这套老宅 府中上上下下的事物 都是我用嫁妆添置的 如今它倒好 用着我的嫁妆 跟我摆起了阔气 我心里审笑 面上却是故作为难 如今外面流言尚未散去 夫君这会将柳氏取为平妻 怕是又要被人指指点点 李璇皱起眉头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你一个商户女 满身铜袖 能嫁给我 已是祖上冒清烟了 怎敢极度嫣儿 忤逆于我 李璇全然不言脸上的笔遗 直接将自己的成算和盘拖出 我日后是要做大官的 不可能允许一个商户女 做我正妻 早晚是要修了你的 你若懂事些 我日后还能给你 留个良切的位置 否则便是直接发卖勾拦 又有何难 听了李璇这话 我忙露出慌乱的表情 夫君息怒 是妾身不知好歹了 我一脸坠坠不安 自我嫁过来后 因着手上有钱硬气 一直便是说一不二的性子 如今李璇终于能杀杀我的锐气 如何能不洗行余色 而一旁的柳云烟 也不由露出几分快意 不枉他这段时间 日日给李璇吹枕边风 什么正是竹母 还不是随他拿捏 我将两人的表情尽收眼底 嘴角不禁微微勾起 夫君说得对 成大事者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我缓缓开口道 我现在便命人 去寻几个干净清白的 梁家女子送进后院 也好为夫君开枝散叶 两人同时愣住了 柳云烟有些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她原本以为我是想开了 同意让她做平妻 却没想到 我想得这么开 还要再多那几个妾 李璇则是欣喜若狂 眼中的荧光 藏都藏不住 好好好 此事便交给夫人去办了 夫人果真最贤惠懂我心 我心中冷笑 干净清白的梁家女子 李璇这银贼也配 我暗地里 遣人熟了几个青楼里的姑娘 要长得美 嘴甜 还会些诗词歌赋的 我想了想 又补充到 若是身上还带点 不甘不净的病 那便更好了 我给每个姑娘 都编造了一套 清白的绅士 就如同柳云烟 当初所做的一般 随后便一股脑地 将她们塞给了李璇 这些女子 容貌各有千秋 妩媚有之 清纯有之 明艳有之 加上和柳云烟 同为勾兰出身 彼此的心机手段相当 很快变斗得不可开交 李璇坐享其人之福 自是乐得何不拢嘴 至于丽萍七一事 她倒是不再提了 毕竟这几位美人 各个都是她的心肩宠 立了一个 难免另外几个 心里不痛快 她一心一意地 当端水大师 后院机械 则一心一意地争宠 我则抓紧时间 把能转手的 田产铺子都卖了 换了银票和金子 藏在我新买的 一个偏僻院落里 等我将能转移的财产 都转移得差不多时 小唐终于给我 传来了好消息 巡抚大人回来了 带着家眷 说是要等过完年才走呢 我爹虽是个 没什么文采的商人 却尤为敬重那些 腹中有墨水的读书人 因此 他仗义书才 广结善缘 常常接济一些穷书生 而当今的巡抚大人 便是曾被我爹 接济过的人之一 我爹死后 他也曾对我多有照福 只不过 叶巡抚为人古板 又好名声 生怕被人 冠上一顶 官商勾结的帽子 因此 我也不敢全然仰仗于他 然而 他唯一的女儿 叶妙青 和我自幼相识 亲如姐妹 事已刚听说这个消息 我便递了帖子去看望他 我计划已成 只差最后一步 只需妙青稍稍推波助澜 便足矣 在叶府做了大半日 等我归来时 脸上满是喜色 夫君 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告诉你 哦 什么好消息 李玄巴巴地看着我 自从知道 我与叶妙青私交甚度 他就一直怂恿着我 去叶府 帮他求一门好差事 他既如此渴望 我自然要成人之美了 我孝竹言开道 夫君要有大喜事了 我见了妙青后 一个劲地说你的好话 他如今也一时有六 正是情斗初开的时候 听了我的话 竟对你情根深重 非你不嫁了 什么 李玄两眼发亮 突如其来的喜讯 砸得他有些晕头转向了 这 这可是真的 我笑着点点头 当然是真的 妙青不仅长得极美 琴棋书画 也是样样精通 最重要的是 她可是巡抚大人的独女 叶大人对她爱若珍宝 你若是娶了她 前途不可限量 我一通吹捧 只把李玄迷得神魂颠倒 恨不得现在就将叶妙青取了才好 她嘴巴几乎要咧到耳边了 不住地念着 巡抚大人的独女 巡抚大人的独女 可忽然 她声音一顿 视线缓缓停留在了我的脸上 巡抚大人的女儿 必不可能为妾 昭年 你 我醒的 我眼寒热泪倒 妙青此人 最是目下无尘 不可能接受我 与她平起平坐 我自知 乃一介商户女 配不上李郎 为了你能飞黄腾达 我们 就此合理罢 说者 我留下了深情的眼泪 端是一副 为了成全心上人 甘愿牺牲的痴情模样 昭年 李璇也不由有些动容 她含情默默地表白道 你既如此贤惠 我也必不负你 等我将叶小姐取为正妻后 定在外头 命一扶底 将你也收作外事 我呸 李璇嘴巴上 说什么必不负我 临到了我要离府那日 扔给我的 却不是和黎叔 而是修妻叔 她眼神闪躲道 既然叶小姐 最是目下无尘 那我们的关系 总还是断得干净些才好 竟是要通过羞辱发妻 来讨好 尚未过门的新婚妻子了 李璇的算盘珠子 都快崩我脸上了 不过 我却并不甚在意 依旧笑得温婉 一旁的柳云烟 倒是满脸喜色 她尚不知 叶妙青的存在 满以为是自己的手段高超 使得李璇彻底收了心 打算修了我 取她为正妻了 此时 她一脸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只高气扬道 既已是下唐气腹 那不属于你的东西 就一样 也别想带走 先前 李璇仗着有我的嫁妆贴补 挥霍无度 柳云烟一直以为 李家是大富之家 否则当初在京城 也不会看上她 而如今 是时候揭开这层真相了 我笑语盈盈地看着她 道 柳妹妹说得有道理 不属于我的东西 一样也不能带走 那反过来说 属于我的东西 也一样不能留下了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我便扬了扬手 小唐 带人去把我的东西 都收拾走 最开始 柳云烟还一脸比一道 果真是伤人之女 上部的台面 竟如此资珠必较 穷酸小气 然而 看着一台又一台的金银珠宝 古董针碗 绫罗绸缎 家具摆设 甚至连后厨喂狗的碗 都没放过时 柳云烟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谢昭年 你是属土匪的吗 我物字笑得和善 不是说过了吗 属于我的东西 我会全部带走 柳云烟更加不敢置信 你是说家里的东西 全都是你 他说一半 猛地扭头看向李璇 急切道 夫君 你说话呀 夫君 李璇亦是脸黑如锅底 他咬牙切齿道 谢氏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既已嫁入我李家 那你的东西 自然都是我李家的 你凭什么搬走 面对李璇 我又换了份面貌 我眼面哀气道 夫君 并非我小气 舍不得钱财 只是妙青的性子 你也知道 若是他嫁过来后 看到我曾经用过的这些东西 心中 肯定不渝 到时伤了你们的夫妻感情 可就不好了 见李璇 还是有几分犹豫 我又道 俗话说 三年轻之府 十万雪花银 叶伯伯可是从二品的巡抚 不知攒下了多少佳资 妙青作为独女 嫁妆肯定极为丰厚 到时候 你怕是只会嫌我的东西粗鄙 巴不得早点丢掉呢 听我这么一说 李璇的神色终于和缓 垂涎之情 溢于言表 他大手一挥 迫不及待道 那你赶紧把东西搬走 别耽误了我娶新娘子 等的就是这句话 李璇话寄出 柳云烟便是再怎么心疼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于是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不久前还富力堂皇的礼府 变得家徒四壁 我又看了看四周 哦对了 差点忘了 这宅底也是我命人重修的了 不过宅子到底没法搬走 我笑意更深了 那就把墙推了 门拆了 瓦仙了 哦 还有脚下的砖块 也一并敲碎了吧 于是 这个家连四壁都没了 柳云烟目瞪口呆 我则招呼着下人们 对了 你们的卖身器 也都在我手上 都随我一起走吧 毕竟留在这边 可没有工钱拿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柳云烟呆呆地望着脚下的废墟 李璇既像是在安慰他 也像是为了让自己宽心 不停道 没事的 等叶妙青嫁进来了 咱们家只会更上一层楼 呼得 他看见一道人影闪过 那身影虽有些沟楼 拄着一根拐杖 却快如闪电 仿佛生怕被丢下似的 迅猛地朝门外冲去 娘 我坐在在满珍宝的马车上 正与小唐分享着 甩掉坏男人的喜悦 忽然 听到马车后传来一阵急切的叫声 儿媳妇 你把我也带走吧 没有你 我可怎么活呀 我那体弱多病的婆母 拄着拐杖 箭步如飞 此时她声音妻切 不断呼唤着我 凭良心说 虽然李玄是个混账东西 但李母对我 却是实打实地疼爱的 我不辞而别 还把李家都搬空了 想来 确实也该给老人家一个解释 司机此处 我盲令轿子停下 将李母请进教中 老夫人 其实 我将这段时间的事情 娓娓道来 又把修书给她看了 并强调自己绝不可能回头的 李母听了 反而松了口气 她拍拍胸膛 庆幸道 还好还好 你只是不要她了 不是不要我了 我 李母又道 你们李可以 我要跟你 我服额 虽说我一直知道 李母脑回路易于常人 但此时 还是忍不住有些头疼 您是李玄的亲生母亲 我在亲生母亲四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我要是就这么把您带走 李玄是可以到官府告我的 有道理 李母说 我要告上公堂 和她脱离母子关系 我 李母的表情很是平静 我要告她不孝 平心而论 李玄确实不是个孝子 我嫁进李家的前一个月 李母受了风寒 本不是什么大病 吃己妇要变好了 然而 李玄却把李母买要的银子 全拿去赌博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日渐衰弱下去 若不是我嫁过去后 及时请人救治 李母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自那之后 李母便对她寒了心 她日日称病 实则不过是不想见到这个逆子 我怕我忍不住掐死她 李母中气十足道 先前 因着对我十分满意 李母便也就当没这个混小资了 但在知道李玄竟如此待我时 她心中的最后一丝顾忌也没了 李母果断地告上了公堂 李玄先前做的荒唐事 身旁人都是有目共睹的 事宜 李母将她告上官府时 一群人跳出来作证 不孝乃十恶之一 十恶不赦 犯下十恶之罪的人 便是当场仗杀了 百姓也只会拍手称快 不过李母的诉求 不过是与李玄断绝母子关系 是以李玄的死罪免了 但活罪难逃 知府判她仗打五十大板 李玄哪里受过这种罪 公堂上 她愤然道 你可知我未来的岳障是谁 正是堂堂地从二品巡抚 叶天正叶大人 你今日若感动我 明日必十倍奉还 知府心中一惊 竟真的有几分犹豫 他知道 叶大人有个掌上明珠 爱若珍宝 若是真把她未来孤业得罪了 恐怕自己这顶乌纱帽也不保了 知府向来谨慎 忙遣人到叶府问了 派遣的人回来后 递给她一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 利透直背 显出书写之人的愤怒来 一派胡言 攀摇本官 污蔑我儿 罪佳一等 知府笑了 叶妙青当然不会喜欢上李玄 就如同天上的月亮 不会爱上地上的狗屎一般 那日我去找叶妙青 将我的境遇与计划合盘拖出 与李玄合离容易 合离后要保住家产 却是难 唯一的法子 就是让李玄认为 合离对她有天大的好处 让她迫不及待到 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 于是我求了叶妙青 让她借我名头一用 她为人爽利 有一副狭义心肠 痛快地答应了 不过 李玄真的会信吗 叶妙青有些担忧到 我与她从未见过面 只凭你的只言片语 就对她情根深重 这也太假了吧 怎么可能呢 我笑了 放心 她一定会信的 莫说是寻抚的独女 便是皇宫里的公主 天上的仙女 李玄怕是也会信的 有一些男子 天生便是如此的自信 哪怕自己一无是处 乃至臭不可闻 仍旧觉得自己配得上 世间的一切 所有女子都会理所当然地 仰慕于她 李玄便是这类人 在她看来 自己魅力无边 没有哪个女子能挡得住 我别搅得谎言 她一点也没有怀疑 满心以为自己 真要成为成龙快许了 直到知府将纸条 丢到了她面前 攀咬官员 污蔑良家女子 知府一拍经堂木 最佳一等 来人 拉下去 重打一百大板 任凭李玄如何喊叫求饶 板子都毫不手软地落下 一百棍下去 人不死也去了半条命 等李玄再度醒来时 已经是在破败的李府里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她往日那些机械 早已跑得没影了 唯一留下的 竟是柳云烟 患难方能见真情 李玄留下了两行热泪 我今日方知 燕儿你才是真正爱我之人 等我伤好之后 定取你为正妻 柳云烟干笑了两声 在李玄看不到的角落 她偷偷翻了个白眼 她倒是想跟着那些人逃跑 可府里其他机械 大多家乡都离此处不远 离开后他们还能去寻找家人 再不计 顶多再回到原先的青楼里 继续挂牌接客 但她可是从千里迢迢的京城来到这里的 回去是不可能的 让她再随便找个青楼重操就业 她又心有不甘 于是她决定赌一把 李玄如今虽落魄 但到底有功名在身 焉知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这个时候陪她走过低谷 李玄定会感念旧恩 等她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了 自己也便能跟着水涨船高 成为官太太 事已 柳云烟强忍这厌烦 每日悉心照料着李玄 然而 她终究 还是低估了叶大人的爱女之情 在得知竟然有登途浪子 敢攀扯自己的宝贝女儿时 叶大人出离愤怒 她立刻派人去查 关于李玄的生平 随后很快拟了折子上奏 宠妾灭妻 不孝 攀扯官员 污蔑良家女子 皇帝看完后 满脸贤悟道 有才无德 小人也 传指下去 死人 永不得录用 就这样 李玄梦寐以求的 入室之路 彻底断绝 李玄彻底失去 星云直上的可能性后 柳云烟再也懒得 与她虚予尾夷 直接便要离开 李玄慌了 她已从三妻四妾的 美梦中醒来 知道若是连柳云烟 都不要她了 那自己便真诚 孤家寡人了 她苦苦哀求柳云烟留下 又赌咒发誓 自己就算不做官 也能让她过上 锦衣玉食的好日子 靠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 好说歹说 总算是把人留下了 那之后 李玄果然如自己发誓的一般 开始兴兴业业业 找起了谋生的行当 倒也真叫她找着了 李玄品行虽差 但确实颇有才学 毕竟是中过进士的人 许多富贵人家 专门聘请她 到足学中授课 因着她名声不好 得到的凤吟 就只有其他先生的一半 但也足够夫妻二人 衣食无忧了 但对于挥霍惯了的柳云烟而言 仅仅只是衣食无忧 又怎能让她满足 如今的日子 莫说和出入李府时没得比 就连她当初上在青楼时 手头都比现在阔绰 柳云烟既恨李玄没本事 没法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又舍不得离开 这并非是她对李玄尚有感情 而是因为李玄在不济 还能给她片马遮头 衣食保暖 若贸贸然离开 说不定下场反而更惨 但一直过这样的日子 总也不是个事 一段时间后 柳云烟偷偷做起了暗唱 她趁着李玄到足学授课时 将客人带回家中 所得的银两 她偷偷藏起来 用来买些衣服首饰 精致点心 有了这一笔额外的支出 日子总算好过了些 然而好景不长 李玄开始发现 自己身上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丘疹 她惊恐万分地找到大夫 得到的却是自己无法接受的答案 花柳病 可自己明明已经许久不曾寻花问柳了 难道 怀着沉重的心情 李玄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妻子 她才忽然发现 先前在家懒散的连发剂都不输的柳云烟 最近又开始满面红光 涂脂抹粉了 李玄的脸色沉了下来 第二日 她假意去足学 半个时辰后折返 果然在门外听到了不堪入耳的声音 贱人 过往的种种浮上心头 若不是这个女人 自己不会修了发漆 不会被母亲状告不孝 不会断绝了仕途 更不会染上花柳 她本该有辉煌灿烂的人生 却全被这个女人毁了 听者里面一声声高亢的声音 李玄的眼睛一点点染上红色 她宛若行尸走肉斑 走进厨房 拿起案板上的刀 随后一脚踢开房门 木然地冲着床上交叠的人影砍去 去死吧去死吧 最后一刀 她砍向了自己的脖梗 我带着李母 继续上路 我没有父母 她也抛弃了儿子 左右我们都是孤家寡人 相处这些年 感情又深厚 我干脆任她当了异母 对外则称是亲生母女 去外地投奔亲戚 小姐 我们要去哪儿呀 小唐满以为 我会找个幽静偏僻的所在 隐居起来 然而 我心中却另有计较 我的前半生 都困在小小的后院里 如今有了机会能离开 自是天南海北 都想游历一番 但我毕竟只是个 没权没事的商户女 带着大笔钱财出门 只会沦为有心人的火把子 是以当前 还是该以稳妥为先 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越是偏僻的所在 有权势之人 便能越肆无忌惮 若是遇上歹人 想抢夺我们的财物 那才真是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而反过来说 越是繁华之地 越有律法约束 也就更安全 所以 我们去京城 天子脚下 到处都是富贵人家 想来 也不会有人 对一个平凡女子 起兴趣 另一方面 我也却十九暮帝都的繁荣风光 曾经追随我的那些下人 我也都问了他们的意见 有愿意去京城的 我便带着一道去 想留在家乡的 我便将卖身器还给他们 最终有十来个人 跟着我到了京城 我置了宅邸 又盘下两间铺子 不需太大 左右我也不指着它挣钱 不过是闲时找个事情做罢了 简单的打点过后 我便开始了 在最繁华之地的隐异生活 京城有美景 美酒 美人 春有百花秋有月 下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自此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美酒 明天高任鸟飞 越来越来越表现 水 飞